今天羅賓又帶大家來戶外這邊野產 你看草 就是這樣 這個啊 我們就可以拿回去 你細看啊 底下都是他的baby 嗨 大家好 我是羅賓 歡迎來到羅賓水族 今天羅賓又帶大家來戶外這邊野產 你看整片的稻田 還有這邊這個 這個灌溉鉤曲 豐富的水資源 這個已經又讓我感覺重回到小時候 先跟著羅賓的腳步 我們一起去看看這個水域有哪些水生植物 還有哪些魚蝦呢 跟著一起去看看吧 走 我來看 這兩邊都有這個芋頭 它這個溝曲這樣子 欸 這樣走喔 夏天最適合來這種地方這樣走 感覺不錯 然後就來開始探險 我們沿著這個灌溉鉤曲 越往上游啊 那個水就越來越乾淨 你看我們順著水流上來之後呢 看到這個 藍寶石的鍋 那你細看啊 底下都是它的Baby 都是它的小孩 都是它的小孩 整個都是 有沒有看到 你看 你看我們順著這個水源的源頭過來 水就變乾淨 已經看到這個 有一些水運草 我們之前有一支影片也是去拍水運草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又找到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點 你看這個 這是水運草 水運草 這個啊 我們就可以拿回去 做一個 入門 不用打二氧化碳的水澡造型缸 再呈現給各位 給一些 初階入門的草友們 這個是非常友善的水運草 好 就是這樣 舉頂壓就好 剩下就讓它留 留在這邊 好 那就撈這些就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 回去先把它先 續養 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再來做造景 為各位介紹 這就是我們羅賓 在放暑假的時候 帶大家到 都會區的郊區 這是都會區 竟然有這個 做美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保育這個生態 踩我們要的就好 不要多踩 OK 那我們就先這樣 回家了 走 我們很快 我們會不會 在那裡 我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造了一个水草缸 结果少了鱼 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这个野外 采集野生的孔雀鱼 那到底野生孔雀鱼 是长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一起过去一起采集吧 你看这个水沟 潺潺流水水 很干净 那这个叫什么 天湖水 很清醒 你看这是豆娘 还有鱼 我们来回去捣咯 靠着 靠着等他们来 好像是这样赶 这样赶赶赶你看 鱼全部都进去了 鱼就全部进去了 来你看 这样就上来了 看到 这边全部都撞掉 把脏东西全部弄掉 装好 看这个 这边都是孔雀鱼 海雀鱼 也真的 而且还很漂亮 有一些颜色 好 那我们就抓这一部分就好 剩下就留给它 在这边自由正在存活 那我们就回去 准备把这孔雀鱼 放在我们的水草缸 回家啦 最后要是 那边的水草缸 在水草缸 里面都在水草缸 下一个水草缸 就把水草缸 放在水草缸 就把水草缸 在水草缸 刚才是水草缸 都在水草缸 也没有水草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